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安 我們今天的主題的難是 貪得過舊 我們上個禮拜講到 貪是戲服 所以請翻開之前的講義 大概是第六頁的位置 第十一項 上次我們讀了 雜阿含經250經 那經中 居西羅問社利佛說 到底是這個 六根 戲服六鏡 還是六鏡 戲服六根呢 那社利佛都回答說 你這個不是一個適當的問題 他舉一個例子 他說就像黑牛和白牛 他們用 就是一個牛車有黑牛白牛 那是用同一個這個二 來把他們這樣子戲服在一起 那到底是黑牛戲服白牛 還是白牛戲服黑牛 這個是一個適當的問題嗎 不是嗎 那到底那個戲服黑牛白牛的是什麼呢 是中間的那個二 同樣的 並不是說這個六根戲服六鏡 或者是六鏡戲服六根 而是這個兩者之間這個貪愛在戲服 那這個社利佛有提到說 如果以這個 跟鏡的戲服為原 就沒有得到解脫這一回事了 就不能解脫了 那我們上次有解釋到 為什麼說以跟鏡 就是說如果是眼戲服色 或者色戲服眼 那沒有辦法解脫呢 為什麼 對就是說 如果在我們活著的時候 我們眼跟的作用一直存在嗎 那外鏡也是相續的存在嗎 那這樣子怎麼解脫呢 如果說眼跟是被外鏡所戲服 外鏡它相續的存在著 眼跟的作用持續的存在著 那這樣子中無解脫之日嘛 除非說眼睛瞎掉 或者是說這個死掉 但是死掉如果再投身 還是同樣的問題 所以沒有解脫這樣的事情 所以 以前我們讀過 就是說佛教和外道 在修習這個跟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外道他們 就是說 他們修跟的方式呢 是眼不見色 耳不聞聲嘛 就是說讓這個 六根呢 去斷絕跟這個六鏡的這個接觸 讓這個六根不作用 可是呢 這時候 阿難在後面幫佛陀山峰啊 就 譏諷這外道說 照這樣子講 那 這個盲人啊 他也是在修跟 這個龍者也是在修跟囉 所以佛陀說呢 這個 佛教的修跟叫做 眼見色 不取相啦 就是說 我們跟進接觸的時候 不去取他的可意相 不可意相 就是說在跟進接觸的那個當下 就是修行的關鍵 而不是說去避免跟進的這個接觸啦 因為我們人活著不可能說 跟進不接觸阿 這樣不是死了嗎 所以就是 所以這個佛教呢 說跟進接觸就是這個修行的時機 所以真正欺服我們的 是這個貪愛阿 我們有貪愛嘛 所以呢 這個跟進接觸的時候 會去取相 然後呢 去產生洗受 受用它 原來的第 請翻開講義 接下來原來的第二十項 改成這個第二小點 在經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句子啦 眾生被無名所覆蓋 被愛劫所欺服 往來生死沒有開端 這裡也是藉由這個經文 然後呢就是加強我們這樣的印象 我們之所以在生死輪迴中呢 是被這個貪愛所綁住 那在經文中啊 他 他有做這樣的一個譬喻 他說狗綁在柱子上 經文中舉了一個譬喻啊 他說我們眾生被無名覆蓋 愛劫細福 往來生死沒有開端啊 就像這個狗啊 被綁在柱子上 這個柱子啊 是比喻五韻 狗比喻什麼啊 猜猜看 這狗呢 比喻凡於眾生啊 那神指大家都知道這是什麼 神就是 神就是 對 貪愛 愛 那狗順住而轉是什麼意思 不是喔 他是被綁在五韻上 順著五韻而轉啊 對就是 像 對就是說 直取五韻嘛 就是說 狗啊 他被繩子綁在這個柱子周圍啊 不管狗怎麼動啊 都是繞著這個柱子 都不離 就是繞著這個柱子在走啊 所以這就是比喻說 我們啊 對於這個五韻啊 是 有這個貪愛啊 被這個 戲服住了 用貪愛 就是說被 貪愛把眾生啊 戲服在這個 這個五韻上啊 那眾生就是 隨著這個五韻啊 而輪迴流轉 所以這個批喻也是強調說 這個 這個愛啊 他就是 就是戲服啦 就是說 把眾生綁在生死輪迴中的 就是這個貪愛 像經文是這樣講 這個狗 被綁在柱子上啊 這個 這個繩子啊 沒有斷掉啊 這個狗啊 長久以來就是 繞著這個柱子 這樣轉圈圈啊 那 這些愚昧的凡夫啊 沒有辦法 不能如實之 射 不能如實之射的這個 擠起啊 不能如實之射的這個 滅去啊 不能如實之射的這個滋味啊 不能如實之射的這個過患 不能如實啊 之射的這個出離啊 所以呢 長夜輪迴啊 順著這個射 乃至於受想形式而轉 就是說我們貪愛於五韻 五韻就是身心嘛 我們對這個身體的這個 這個貪愛非常明顯啊 然後我們對於自己的感受啊 我們的感受 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種種情緒 我們都是緊抓著不放嘛 把它認同為是自己嘛 原來的第21項改成第三小點 因為這邊也是在講這個 貪是細福 就是說在經中是這樣講啊 對於射的這種欲貪斷除 那射就能夠斷除 受想形式就能夠斷除 因為這個經文它有講到說這個 射受想形式斷除啊 生死的根本就能夠斷除 就像把這個多羅樹 多羅樹就好像是這個棕櫚樹啊 如果把它的頭砍掉啊 這個樹就不會再生啊 就是說它不會再生長 被截斷的地方它不會再生長 同樣的如果把這個五韻斷除啊 這個生死跟斷了 在未來呢也不會再生起 那原本講義 我們有把這個經文的大藥寫出來 但是因為如果沒有寫出來 各位看到最後就是覺得奇怪 這裡怎麼是在講這個 灘的細符呢 其實經文有這樣的意思啊 但是陳時論在引經的時候 沒有把它點出來 在其他的經文也有提到說啊 這個灘啊可以用 用無常來斷啊 在其他經文有講到說 用灘來斷無常 用無常來斷灘 然後斷了灘呢 就能夠心解脫 那陳時論說這個色灘斷啊 然後呢就沒有就無色沒有色 那我後面加了一個像啦 因為其實這個應該是指這個 並不是指說這個外在的這個色啊 它沒有了 是針對這個修行者 他本身的一個認知的狀況 就說他斷除了對於色的玉灘啊 他就不會再有色相 那如果五蕴相滅呢 就苦滅啊 所以他從這個經文中呢 他進一步說這個灘玉啊 就是堅固的細符 經文說斷這個五蕴灘 然後呢就這個斷五蕴 那這樣子呢就結斷生死根本 所以呢這個關鍵就是這個灘 對於這個五蕴的灘愛 這個色受想形式 色就包括了就是這個 呃我們的這個色身嘛 跟外境 那如果跟外境比起來 我們對於自己的這個色身的灘愛 又是更強的 再來原來第二十二項改成十二項 那這邊加了一個標題 呃灘是惡 灘玉就像怨賊 但是眾生卻沒有見到他的惡 為什麼說灘玉像怨賊呢 苦德就有解釋說啊 這個因為啊灘玉啊 他能夠偷走啊 生灘者的功德 就是我們有累積的功德 但是因為灘玉的緣故啊 這個功德就被灘給劫走 接著又講到說 灘玉常於軟美門中行 因此叫做生惡 這個軟美門啊 呃我再把它翻成白話一點啊 門就是有類別的意思嘛 軟美就是柔和美好嘛 所以灘玉總是在柔和美好之類的事物中啊 然後發生 因此名為生惡 呃因為我查 我用關鍵字生惡啊 我去查這個阿涵經文啊 我沒有找到相關的 那因為 生惡呢 他這個我在猜 有沒有可能他的範文是這個字 呃 巴比亞斯 他是 非常惡的意思 比惡還要再更惡 比惡還要再更惡 唉 為什麼 我這個字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他又被譽為 波巡啊 魔王波巡啊 不是很喜歡來擾亂修行人嗎 呃 波巡他怎麼樣擾亂修行人啊 他用五欲來擾亂嘛 他喜歡用五欲來擾亂 比如說這個比丘尼 我印象中 比丘尼他在這個林間靜坐啊 波巡他就化身為美少年啊 所以你為什麼要坐在這裡啊 要不要來跟我共襄娛樂啊 唱歌跳舞之類的啊 就是用這個五欲來擾亂 那比如說佛陀他要 剛成 就是說他要成道的時候 波巡派出他三個女兒 來擾亂佛陀嘛 一個叫做愛玉 一個叫做愛念 一個叫做愛樂 這波形對比丘尼 他變成美少年對比丘尼講啊 你今年幼少 就是說你還很年輕啊 我亦是年少 我也很年輕啊 應當當共於此處 應當大家在這裡啊 做五種音樂 而共襄娛樂 用事禪思維 你何必禪修呢 所以我在想說這個貪欲啊 總是在美好的事物中發生啊 所以就是說名為這個 這個生惡啊 有沒有可能就是指這個波巡啊 我記得說之前講到說那種稱心眾的人 被稱為是 呃 守陀羅嘛 對不對 被稱為說名為凶暴 就是經文是 呃 所以就是說 如果這種 呃 稱心眾的人啊 他跟這個 詹陀羅沒有兩樣嘛 因為詹陀羅他主要從事屠宰業啊 殺生行業相關的 那這個貪欲種的人啊 就跟這個魔王波巡沒兩樣啦 再來原來的24項改成第13項 眾生啊 內心是喜於生起貪欲的啊 就是說就算是這個蚊子螞蟻這一類的這種 這種小小的微小的這種這種生命啊 對於食物和淫欲啊 都是都是生貪的啊 所以我們不要小看這個飲食和淫欲啊 這樣的貪呢 就是讓這個眾生在生死輪迴中啊 流轉不息的原因 接著我們請翻開今天所發的講義 第14項還是在講這個戲服 其實我本來想說把他們全部整理在一起 可是我想說我講義還是盡量維持這個原文的順序 就我不去把它做這個綜合的整理啦 我就是維持 就是照這個原文的樣子來翻譯 所以沒有把它整個做一個歸納 貪欲以種種因緣能夠飄服人心 種種因緣就是指說這個貪欲啊 它所... 就是說它是指說我們所貪質的對象啊 有很多種啦 這裡提到說像父母、兄弟、姊妹、妻兒 這是屬於親倦嘛 財物就是指這個金錢、物品 就是我們所貪值的東西很多樣啦 不光是這些而已 像剛才講到說這個蚊子螞蟻 它也是有這個對這個飲食、淫慾、起貪 眾生都是因為這個飲食、淫慾 這些貪慾覆蓋內心 那如果這樣的話就是受生在慾芥 如果貪禪定的話就投生到喪惡界 那講到這個飲食剛才有說到 就是說我們不要小看這個吃東西啊 光是吃東西的這個貪啊 就可以讓我們輪迴 那我們上一次講到說 四種食物可以滋養生命 令眾生注釋 這四種食物啊可以導致這個來勢的生命啊 第一個是斷食 就是我們一般的食物 或者又稱為糰食或喘食 就是用手去抓去捏 那要怎麼樣去 經典中有教說 這四種食可以導致後生嘛 那我們修行者要怎麼去觀察它呢 不曉得各位還記不記得 怎麼樣去觀察斷食 他有舉例子啊 我們不是講說吃東西像吃自己孩子的肉嗎 我以前講說為什麼要吃得這麼痛苦啊 吃東西為什麼要吃得這麼痛苦 就是說你不要帶著貪欲來吃飯啊 就是說像我們現在吃東西不是為了維持身體的運作 我們吃東西是講求美味 那有的時候我們在為了要取得這種美味的飲食啊 那像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的型態 你要取得美味的飲食你要有金錢 那你要怎麼獲得金錢呢 有些人他可能就不擇手段嘛 所以說以這個飲食 就是為了滿足這個飲食 有些人他會不擇手段 會導致種種的罪惡 所以不要小看對於飲食的這種貪欲 所以他說我們要怎麼思維斷食 他說就好像我們為了要度過這個曠野啊 過這個沙漠 沒有東西可以吃啊 講過這個批譽嘛 就是一對一對夫妻啊 帶著這個牆寶中的嬰兒 要度過曠野 走到一半沒東西吃了 那這時候要權衡利弊嘛 如果你不採取一些極端的措施 三個都餓死 所以現在就想說那要誰犧牲 那如果先生講說如果我犧牲啊 這個孤兒寡母也沒有辦法 就是靠他們自己的力量走過曠野 最後也是三個人死 那如果是太太犧牲 那我一個男人抱著這個baby 又沒有奶水可以餵 最後我們也是死掉 所以呢 取其這個利弊之後呢 只好犧牲自己的兒子 所以呢 他們把自己的小孩了 就是說殺了 然後呢 吃了之後 每次呢 他們要吃這個小孩的時候 他們內心都非常的悲欺啊 就是喊這個 蛤啊蛤啊 他們吃東西只是為了活命 不是為了美味 不是為了滿足貪欲而吃啊 那 大皮婆沙潤有解釋說啊 他說 這個 呃 這對夫妻啊 在食用兒子的肉的時候 然後悲氣啊 內心一直 就是說他一直哭 就是說一直悲氣 然後想著兒子啊兒子啊 那這個兒子啊兒子啊 就是比喻說 這個修行者的法門啊 就是說修行者 他為了要取得飲食 他必須要從這個禪坐中起來 到外面去脫波 然後呢 脫波了 然後回到自己 就是說在整個過程 然後他都必須要 不斷地去意念他這個 他所修行的法門 不捨離他啦 所以就是說吃東西的時候呢 並不是為了美味而吃 那如果說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飲食啊 能夠 對於這個飲食他能夠完全的理解 而斷除煩惱的話 他可以斷五玉癫 對不起斷五玉癫 斷五玉癫是什麼果味 他如果對五玉沒有癫愛了 他來生不會再投生到玉戒 不投生到玉戒 不還來玉戒 這個叫不還果 就是阿那行 所以不要小看這個吃東西啊 吃東西的癫啊 讓我們不斷地輪回 如果能夠斷除對於吃東西的癫啊 這個五玉的癫就可以斷除啊 五玉的癫斷了 那阿那行呢 不會再到玉戒來 這個醋食是這個 跟進士和和的醋啊 那清文常常說啊 跟進士三士和和啊 生醋 醋呢 然後再同時生起受享絲 所以這個醋食 它可以 就是說 它可以長養心心所 就跟進接觸啊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心事 不斷地活動 上次廖老師有提到說 如果一個人他的這個 感知被剝奪的話 就是做這樣的一個心理學的試驗 他的感知被剝奪 那這個人可能他會產生 妄想幻覺 乃至於發瘋 所以呢 這個我們的這種感官的作用 其實對於我們的生命 的一個程序啊 是很重要的 那修行者要怎麼去觀察這個醋食呢 呃就是去 呃就是去 把它 就是說 怎麼樣觀察 猝食 就像是這個牛啊 皮被剝掉了 它整個肉是暴露在外 然後呢 有很多的這些 蒼蠅啊 蚊子啊 小蟲啊 去叮咬它的肉啊 然後呢 這個 呃花草樹木啊 會刺到它的這個肉裡面啊 非常的這個 這個這個難受啊 陳實論說 這是這種 這四種食物啊 其實都是苦啊 就是說根據這個批譽 四種食物都是苦 要這樣子觀察 那如果說 對於促食的灯愛啊 如果能夠 斷除的話 那可以導致什麼樣的果味呢 對阿羅漢 對阿羅漢 再來第三個是觀察 詩食 詩 詩心所在 陳實論是把它解釋為是 願求啦 就是說 希望有來 來世的生命 我們 或者我們講說 這個是一個求生的意志啊 那在經典中說 要這樣觀察它 就好像這個 它就像是大火坑啊 墮入啊 就會死掉啊 那如果對於這個 詩食 能夠 斷除 它的煩惱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對於那種 包括 寓界的灯愛 色界無色界的灯愛 都沒有啦 所以同樣是阿羅漢 怎麼觀察事實呢 就是 就是說 它就像是 每天被三百隻利貓所賜 其實這些就是苦想啦 這些講的其實 陳實論說這些都是苦想 去觀這些 身心要素 其實它的本質是苦 觀察這些要素是苦啊 而捨棄貪愛 就是我們每天發生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這些 認識的活動 而這每一刹那的認知 升起的時候 就像是被利貓刺到那樣 就是說這個譬喻講得很誇張啦 但是我們在 就是說真的 比如說我們心很平靜的時候 這些刹那刹那的心理活動 升起的時候 你能夠關鍵 立即看見它苦的本質 是要這樣子做到 那如果能夠這樣子 就是說 斷除了事實的這些煩惱 那是 那如果能夠這樣子 什麼果味呢 也是屬於阿羅漢果 所以這個苦想啊 就是 針對這事實做這種苦想 以斷食來講呢 得阿那漢 其他的得阿羅漢 所以不要小看這個飲食啊 飲食的貪 那講到這個淫慾啊 色界有沒有淫慾 無色界有沒有淫慾 無色界已經無色 它沒有任何的那個 物質要素存在 所以無色界沒有色嘛 無色界沒有色 所以沒有淫慾 那色界呢 也沒有 淫慾是存在這個 淫慾裡面 這個色界它是跟禪定做一個配合 比如說色界有出禪天 二禪天 三禪天 四禪天 出禪 出禪的一個特色 就是你要正入出禪 第一個要點就是你離禪 那我們講說有五種蓋杖 覆蓋禪定 第一個就是貪禪蓋 所以你必須要正服住五禪的貪 你才有辦法入出禪 所以就是用禪定跟天界做一個對比的話 色界它就沒有淫慾了 淫慾屬於五禪貪嘛 色界沒有淫慾 所以淫慾只有在玉界 但是玉界對於這種滿足淫慾的方式又不同 玉界有六天 分為地居天跟空居天 地居就是在虛弥山上 空居就是這個在天空中 那地居天有兩天 最下面的一層叫四王天 虛弥山頂的叫刀立天 空居天有四天 第一個是研磨天 第一個是研磨天 再來是兜率天 再來是畫樂天 再來是畫樂天 再來是他畫自在天 那我們剛剛講這個在地面上的這些天人 他的這個滿足淫慾的方式是一樣的 形交成淫 就是男女二根合合的方式 那空居天呢 最下一層研磨天 抱抱就好 相抱成淫 地居天的這個天人 煩惱比較出眾 所以他 煩惱出啦 就是說他滿足雲翼的方式 就比較重口味 那如果又往上的天人呢 煩惱比較微細 所以呢 他就是說 他的這個 就不需要到這種形交 就是說二根合合的方式 來滿足他的淫慾 所以研磨天他要抱抱 兜率天呢牽牽手就好 叫做直手成淫 畫樂天呢 有陳時論說啊 聊聊天就好啊 那如果在其他的說 微笑兩個相對笑就好了 所以有兩種說法啦 口說成淫或者是 歡笑成淫 在畫樂天只要笑一笑 或者是聊聊天就好 他畫自在天啊 看對看就好了 相視成淫 這樣就夠了 就已經滿足了 就是說在玉界的天人啊 他仍然有這個 有這個淫慾 那因為隨著他的這個 煩惱出息的不同 他滿足淫慾的方式 就不一樣 在地面上的呢 他仍然是需要 二根交合的形式 那在天空中的呢 從這個擁抱到 乃至於對看 這樣就能夠滿足了 那我們講說 那我們講說 社界啊 以出禪來講 他的特徵就是要 離這個 離五慾啊 所以呢 社界以上 是沒有這種 五慾的這種慾望 淫慾就在其中 我們接著講 第十六項 貪欲能夠使 眾生和境界合和 一切世間 這裡的世間 是指眾生 他所喜好的境界 各自不同 貪欲使眾生 和境界合和 就好像乾燥的沙子 得到水 就互相附著 所以這個水就是比喻貪欲啦 乾燥的沙子 應該是比喻眾生和境界 就是說 藉由貪欲 讓眾生跟境合和 那 在 別的論書裡面 他有講到說 這個 貪他能夠 就是說 引境啊 然後呢 撐呢 撐呢 能夠 氣淨 因為他呢 他就是 這個貪求 這個所欲的境界嘛 所以他能夠 使眾生 和境合和 那撐呢 能夠使 眾生 遠離於境 就是面對這個 不適宜的這個 這種境界啊 他想要把他捨棄掉 想要遠離他 那貪呢 是喜歡這個境界啊 所以他想要 把這個境界啊 就是說 一直跟這個境界做 緊密的這種接觸 再來講到 生死輪迴中 以貪愛為 這個 味 之味 這個 味呢 在範文裡面 他有 品味 享受 喜樂的意思 因為品味享受 而生其喜樂 如果沒有貪 就不會 呃 產生這種 味濁 不味濁的話 就能夠 快速的 斷除 生死輪迴 所以這一段是說 貪愛能夠使 眾生在 生死輪迴中 能享受 這個 所欲 而生其喜樂 所以 生死輪迴 明明是苦 所以 但是因為 貪的緣故 又有喜樂 在裡面 接著 貪欲 和解脫相為 為什麼呢 眾生都以 貪灼欲 樂 以及禪定樂 的緣故 不樂於解脫 再來 斷貪 能夠 得到樂 而滅除苦 就說 隨著斷貪的 脂分 也就是種種的部分 就會 轉變為樂 因為 貪有很多不同的 這種相貌 我們在講 貪相品的時候 有講過 像交易 簽貪 其實都是屬於 貪的一種形式 然後有講到說 貪愛 其實有九種衍生的 之分 包括追求 乃至於最後 守護 產生種種的 惡 所以如果能夠 把這些都斷除了 就會得到 大樂 再來第二點 如果要想到 得到這個樂 就要捨離欲 捨離一切欲的緣故 可以得到究竟的長樂 如果想要得到大樂 就要捨離這個小小的樂 捨離小小樂的緣故 能夠獲得無量的樂 像欲望 受用這些欲望 其實它是苦 它不是樂 我們顛倒的緣故 而認為是樂 為什麼說受慾是苦 我們之前講過 因為受慾 你永遠沒辦法滿足 你反而更渴 那這樣怎麼會是樂 那在大致度論裡面 它有舉個例子 它說滿足這個淫慾 把它當成是快樂 這個就像是身上長的戒瘡 很癢很癢很癢 那為了要止癢 它就把這個戒瘡 把它靠向火 用這個樂來止癢 滿足淫慾的快樂 就像是用火來止這個戒瘡的癢一樣 就是說這個火燒的這個當下 癢止住了 不癢了 那時候覺得說 哇舒服啊舒服啊快樂 可是 可是隨著這樣子燒下去 傷了這個身體 以後變成大苦 用火去來止癢 當下癢止住了這個是 好像是樂 可是實際上它是苦啊 所以大致度論用這樣子 來比喻這個慾望的滿足啊 就是說你以為是快樂 事實上它是苦 然後呢這個慾望啊 如果我們在慾望裡面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得到這個禪定的快樂 因為你要正禪定 必須要能夠捨貪欲蓋 有一次我突然有生起這樣的一個理解 就是說其實禪定的快樂 是比這個五欲的快樂還要大很多的 我們以為受用五欲快樂對不對 那是受限於我們的經驗 就是說一旦我們能夠體驗到禪定的快樂 那這個五欲的樂其實不算什麼 是如此嘛 第三點啊 再也沒有其他的利益 像捨離貪愛心一樣啊 這意思是說這個捨貪愛啊 這個利益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那它的這個這麼大的利益是什麼呢 能夠滅除種種的苦惱 滅苦就是最大的利益啊 再來請翻開下一頁 貪欲能夠危害善罰 為什麼呢 深深貪拙的人 他不顧慮戒律以及種性 就是說 每一種種性有他的規定啊 像以婚姻來講啊 不同的種性其實是 不 就是說不太希望他能夠 怎麼講 就是說高種性的女性是不能夠和低種性的男性通婚 那婆羅門不能和守陀羅通婚啊 那是因為貪欲的緣故啊 就管他的啊 就不管他 也不顧慮教法 不顧慮威夷 不顧慮明文 他沒有辦法接受教化 他不見到這個貪欲的災患 他不能觀察罪福 他就像發狂就像酒醉一樣 他不知道善惡 他就像盲人啊 所以他沒有辦法見到利益 那這裡就引用的經文啊 他說啊 貪欲的人不見到利益 貪欲的人啊 不是之法 就像盲人那樣的無知 因為不除去貪欲的緣故 所以這一段他是說 這個貪欲生的人啊 他沒有任何的顧忌啊 為了滿足貪欲啊 什麼都可以做啊 怎麼勸都不聽啊 眼睛就像瞎了一樣啊 佛法和利益都看不到 災患也看不到啊 所以這個貪欲可以遮蔽我們的眼 在這裡 接下來是把貪欲比喻為大海啊 這個海他沒有邊際沒有底部啊 所以在這個貪欲海中是非常危險的 這個波浪非常的大啊 會被這個淹沒啊 然後呢又有漩渦啊 會被捲入啊 就是說如果被灘的波浪跟漩渦啊 淹沒捲入的話 就是說捲入這樣子 就在這個生死輪迴中啊 然後呢又有這個惡蟲及羅剎 羅剎是指這個凶惡的鬼啦 惡蟲蟲其實是泛指所有的動物啦 就是說有這種凶猛的這些海中生物啊 還有這個鬼啊 所以這個貪欲的海啊 非常非常的危險啊 掉入其中啊 是沒有辦法度過的啦 那要怎麼辦呢 只有坐在這個境界的船啊 要清淨持界 要有鎮艦 這個鎮艦就是這個像風一樣啊 能夠幫助這個船啊 就是說往正確的方向行使 那這個船長啊就是佛陀啦 他顯示這個正確的方向啊 依照佛陀所說修行 這個人就能夠橫渡貪欲的這個危險大海 我們一般講說貪欲不覺得危險啊 我想說裡面很多喜樂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覺得很快樂 可是實際上就是說 仔細去思維啊 我們因為貪欲而受了很多苦 再來二十二點 煩惱有很多種啦 但是沒有一種啊 像這個貪欲那樣 有像貪欲那樣的想分別慰 慰是喜樂的意思嘛 想分別慰就是指 由意想分別所生的喜樂 就是說貪跟撐不一樣啊 撐讓我們很不舒服啊 可是我們在貪的過程中啊 他伴隨著喜樂啊 所以這種煩惱啊 他是很危險 經典說他難以遠離啊 撐容易遠離 貪很難離 所以接下來講說 喔這個貪欲很難斷啊 那這裡引經典說到 有兩種願求 兩種貪是最難斷的啦 第一個就是對於這個利益的獲得啊 第二個是壽命啊 像我現在看到 因為就是說看到這種生病的老人啊 然後去這個 這種護理之家 看到了很多這些病苦的老人啊 說實在我很怕長寿 不希望自己活太久 比如說我設定76、75 我就OK了 可是呢 現在這樣想對不對 如果真的到75、76 我可能皮皮抓 我說我希望能夠80歲 然後80歲又希望90歲 因為其實人都怕死嘛 除非說我真的修到一個程度 我覺得說哈哈 就是說我啊 如果已經虛頭環 哈哈其有人天往返 不需要這個苦澀生的 那很好啊 對不對 可是如果沒有到那個程度 我有對這個存在的 虛頭環也沒有斷攤啊 虛頭環他沒有斷攤 可是他的來勢已經 已經得到保障了嘛 那像我們凡夫就皮皮抓啊 我的皮皮抓是說 我現在這樣子死我會去哪裡 我是害怕這個啦 我害怕說我現在死我會去哪裡 不夠啊我要再好好修行 所以我想說我現在覺得76、77好像夠了 可是也許等我到那個年紀 我說怕怕怕再讓我久一點 所以其實這個我們對於這種 能夠活下去的那種 那種慾望啊 是最難斷除的 很難斷了 接下來講到這個多攤育者 他有什麼特徵 他會喜歡這個美麗的東西啊 喜歡女色啊 喜歡花香啊 陰落就是指項鍊啊 這些飾品 喜歡這些裝飾品 喜歡這些音樂啊 歌舞啊 喜歡去深色場所 在那裡吃飯啊 大家聚會啊 喜歡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啊 然後呢比如說 玩種種遊戲啊 賭博啊等等的 喜歡隨順貪愛說話 內心呢 時常很開心啊 面色和嫩 會主動問候人 說話帶有笑意 不容易生氣 容易喜悅 就是說和其他 貪 就是說和其他 性型的人相比啊 比較多的憐憫心 身體是比較輕便敏捷 性情呢比較躁動 執著自己的身體 那因為這些都是屬於 就是說都是 都能夠戲服啊 所以貪欲很難斷 那 呃就是 陳書論講的 他是比較 我覺得是比較含糊啦 解脫道論裡面啊 他 清淨道論 可能參考過解脫道論啊 兩本論述的內容很相近 那解脫道論說怎麼樣去區別這個 到底是屬於 呃 摊比較強還是 撐比較強還是吃比較強呢 他說從走路姿勢可以看啊 如果是屬於 貪行者啊 他走路的姿勢是 優美的 他的腳是 平正的舉起 平正的踏下 那如果是撐行者啊 走路急啊 吃行者啊 走路會摩擦地面 所以各位就可以 從 其實很難去區分到底 大家都是綜合的啊 所以你是單純的哪一種 比較難辨別啦 那從吃東西來講啊 貪行者他喜歡吃 甜跟有油脂的東西啊 那他吃東西的時候是很優雅 他是取適當的分量放在嘴裡面 撐行者啊 他喜歡吃酸的啊 那吃東西的時候 嘴巴會塞滿食物 吃行者 他不一定喜歡酸或者甜啊 但是他吃東西的時候啊 嘴巴會弄髒啊 食物會掉出來 就說很愚昧 連吃個東西啊 都弄得這個滿桌子髒 滿嘴髒啊 從掃地也能看啊 貪行者 掃地 不會讓這個地面上的這些 沙土灰塵啊 癢起來 他能夠把地面掃乾淨 撐行者掃地 因為他個性急躁嘛 所以他會把這個沙土啊 掃的時候會把他癢起來 因為太急了 那個灰塵會飛起來 吃行者掃地是掃不乾淨的 那從起床也能夠來區別 叫貪行者起床啊 他會馬上起來 問他問題啊 也會馬上的回答 叫痴行者起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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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過很久才會聽到他 嗯嗯啊啊的回答 再來講到說 這個貪欲啊 終究都是苦啊 之前有講到啦 貪欲能使縣世受苦 其實這個都是一樣的主題 但是因為我比較想符印於原文的形式 就沒有把它合併 為什麼說終究是苦啊 因為所貪愛的東西啊 最後一定是會毀滅啊 會離散啊 那因為毀滅離散的緣故啊 就會生起憂苦啊 所以經中說啊 這個不論是天界的這個天人啊 或者是世間的人啊 都貪樂愛卓於色啊 那這個色敗壞的時候 就會憂悲心悔 在經典中啊 說了種種辟欲 來喝則貪欲 那陳時論就在解釋說 為什麼講這樣的辟欲呢 比如說第一個講到毒 這是因為貪欲能傷害會命 第二個講到刺 因為這個貪欲啊 在內心啊 我們很苦嘛 所以把它講成是刺 講成是刀 這是因為它能夠斷上扇根 講成是火呢 因為它能夠燒身心 講成是怨呢 因為它能夠生起種種的苦 講成是內賊呢 因為它是在內心中生起 講成是生根呢 因為貪欲很難拔除 講成是淤泥呢 因為它能夠污染民生 講成是妨礙 因為它能夠障礙善道 講成見入心 因為它能夠使內心疼痛苦惱 講成不善根 這是因為它能夠生起種種的罪惡 把貪欲比喻為和呢 這是因為它能注入生死輪迴的大海 把貪欲講成是賊呢 因為它能夠節到善財 所以這些就是貪欲的過患 那接下來講說 要怎麼斷貪 一開始是用不進觀 然後用無常觀 不進觀是指還是觀的修法 對是屬於指的修法 這裡的觀是觀想的意思 就是說它必須要觀想 屍體的種種不進向 所以這個指的修法呢 就是它是利用禪定來壓住煩惱 所以這裡講說這個是遮伏 並沒有重根斷除 要重根斷除的話 是必須藉由無常觀等等 這裡就問說 有的人由於覺知無常的緣故 反而更增加貪欲 這樣的情況是如何呢 在無常評裡面有人這樣質疑 他說無常想是不能斷除貪欲的 反而更增長貪欲 他舉例子說 有人覺知青春年華不久 他就對淫欲更加的執著 他覺知花朵不能長久的盛開 他就對這個花更執著 要趕緊的受用為樂 覺知別人的美妙色身 不能長久維持 就增長他的淫欲 所以隨著覺知無常 反而生起貪灼 因此無常想不能破壞貪欲 對於這樣的一個說法 陳時論在無常評裡面說 他說這樣的人 他只是知道無常而已 他並沒有真正的修習無常觀 這只是一般的知道 泛泛的知道無常 這樣並不叫做修無常觀 修無常想 他說這樣的無常沒有生起厭禮 他說這樣的無常沒有生起厭禮 這個不叫做修習 修無常是必須要能夠生起厭禮的 陳時論說 人能夠知曉一切無常 就沒有貪欲 他這裡舉經中所說 由於善家修習無常想的緣故 便能破壞一切的欲灘、色灘、無色灘 一切的調舉、焦慢 在這個經中 無常想被比喻為日出 能夠破除黑暗 無常想又被比喻為轉輪聖王 是種種法門中最上等、最殊勝的 所以第一個是講不敬觀跟無常觀 第二個呢 其實是講苦想 他說其實苦想也能夠斷貪 就是說 人哪去觀見世間皆苦 苦是以貪為因緣 這個貪就能夠斷除 我們以前講苦想品的時候 他有說到 修苦想的人啊 他因為修苦嘛 苦想 所以他不會有那種依貪生起的喜 他沒有這樣的喜啊 他就沒有貪愛 所以除了無常想能夠斷貪 苦想也可以斷貪 再來講到 人時常思維 我必因受生老病死 貪就斷除 所以這是藉由思維輪迴過患 來斷除貪欲 也可以說是藉由思想來斷貪 像我們之前講思想品 裡面有說到 時常意念死的緣故 對於父母兄弟姐妹 這些人 對於他們的貪愛 會變得薄弱 所以思想或者老想病想 其實老想病想 就包含在思想裡面 可以斷貪 第四個 獲得盡樂 能夠捨離不盡樂 例如正德出禪 就捨離欲愛 所以這裡是說 藉由禪定樂 可以斷貪 藉由禪定來制服貪欲 藉由高等的快樂 來捨離低等的快樂 那講到說 透過獲得盡樂 來捨離不盡樂 陳時論他在其他的地方 有舉過難陀的例子 難陀的故事各位知道嗎 他是佛陀的義母弟嗎 雜寶藏經第九十六經 有講到佛陀弟弟難陀被佛陀所逼出家得到的因緣 我沒有影印出來我念一下 我講一下這個故事 因為這個故事其實講得很可愛很生動 我還蠻喜歡這個故事 佛陀在佳皮羅衛國 他入城起石 經過難陀家 這時呢 難陀正好在幫他太太化妝 這夫妻感情很好 他就是幫他做那個眉頭間的這個原點 冰底 就是印度婦女喜歡在眉頭 額頭這裡就是放這個圓 這些小小的這個裝飾 那有的時候是用粉末嘛 這時候正好難陀在跟他的太太孫陀利 在幫他做這個 在幫他化妝 孫陀利範文筍搭力 就是美女的意思 人如其名 孫陀利長得非常美 孫搭力美麗 然後聽到說佛陀在門外啊 就要出去看啊 然後太太就對他講 你出去看啊 在我額頭上的這個裝粉 還沒有乾的時候就要回來喔 你看這夫妻之間感情多黏膩啊 難陀就出去啊 看到佛陀啊 就向他行禮 拿了佛陀的波啊 就回到屋子裡啊 裝食物啊 要來供奉佛 結果佛陀不接過那個波啊 然後難陀就把他遞給阿難 阿難也不拿波啊 真是奇怪 然後呢 難陀啊 只好啊 拿著這個波啊 去追著佛陀啊 佛陀就這樣走了 難陀只好拿著這個波 去跟著佛陀後面 回到佛陀所呆的金色 結果佛陀就命令這個剃頭師啊 幫那個難陀剃頭 難陀不肯啊 就這個憤怒的握著拳頭啊 對這個剃頭師說啊 加皮羅衛的一切人啊 你現在都可以剃他們的頭啊 一直說 唯獨我你不能剃啊 佛陀就問剃法者 問這個剃頭師說 你為什麼不剃呢 剃頭師回答說 我害怕啊 佛陀就和阿難啊 走到難陀的旁邊啊 難陀害怕的緣故啊 敬畏的緣故 不敢不剃啊 所以他是被逼嘛 真奇怪 佛陀也這樣子讓人出家 雖然剃了頭髮啊 總是想要回家啊 偏偏佛陀常常帶著他出門啊 沒辦法跑開啊 後來有一天啊 輪到他要來守這個房舍 他就暗自的窃喜 今天啊得到了機會 可以回家去啊 等到佛陀和其他的生人啊 都出去之後啊 我就要回家了 然後呢佛陀入城之後啊 難陀就這樣想 他還有那個責任心啊 他說要把這個水瓶裝滿啊 然後再走 他就去取水 結果一瓶裝滿呢 另外一瓶又翻倒 這樣經過很多時候很久啦 瓶子都不能裝滿 他就想說啊 既然不能裝滿 等比丘門回來啊 自己裝水啊 我現在就把瓶子放在屋中啊 就這樣丟著走吧 然後他還是很有責任心 他要關房門啊 他才關了一上門啊 另一上門又打開啊 他想說啊都關不了啊 那我就擺著回去吧 就算比丘的衣服啊被偷啦 我很有錢啊 我可以賠償他們 就這樣子走出了這個金色 然後他就想 佛陀啊必定從這條路過來 我從另外一條路走 佛陀知道他的心意啊 也從另外一條路回來 難陀遠遠見到佛陀 就躲在大樹後面藏起來 那樹神就把樹舉起來 舉到空中啊 阿難陀就變成阿難陀在空地中站著 這個故事真的很可愛喔 佛陀見到難陀呢 就帶回金色 就問他說 你想念你的太太嗎 回答說非常想念啊 就帶著難陀到一個山上 問難陀說啊 你太太長的端正嗎 回答說啊端正啊 那這山中啊 常常有一個 這山中有一個 又瞎又老的彌猴啊 佛陀就問說啊 你的太太 孫陀莉啊 長得端正美麗啊 和這隻彌猴相比如何呢 爛陀就心裡不舒服啊 這樣子想啊 我太太啊 美麗啊 人中沒有第二個啊 佛陀為什麼啊 要把我的太太啊 和這隻彌猴相比 佛陀又帶她到道立天啊 去遍遊這些天工啊 然後呢 見到這些天人啊 和天女啊 在一起娛樂 又見到其中有一個天工啊 有五百天女 卻沒有天人 難陀就來問佛啊 佛陀說你自己去問他們 難陀就跑去問這些天女 說 其他的宮殿中 都有天人 為什麼只有這個宮殿中 沒有天人呢 天女就回答說 在南詹布州內啊 佛陀的弟弟難陀 佛陀逼他出家 以出家的姻緣 命中之後 當生於這個天公啊 為我的這個 這個丈夫啊 我的天子 難陀就回答 就是我啊 然後就想要住下來 天女就回答說 我們是天人 你還是人 你要捨了人獸之後 投生到這裡 才可以住在這裡 所以他就回到佛陀那裡啊 把剛才的事告訴佛陀 佛陀就問難陀說 你的太太啊 美麗啊 和天女相比如何呢 難陀就回答說 太太和我的 太太和這個天人相比啊 就像是蝦米猴一樣 佛陀就帶難陀回到這個人間啊 難陀為了升天的緣故啊 就請家持戒啊 阿難就說了 阿難就這樣說啊 就像兩隻羊相鬥啊 想要前進啊 卻反而後退 你難陀為了欲而持戒 同樣也是如此 就是說你想要前進 可是你的動機不對 實際上是倒退啦 那佛陀又帶著難陀到地獄裡面去 見到這個大鍋湯啊 都在煮人 只見到其中一鍋啊 他煮廢了 可是裡面沒有人 難陀覺得很奇怪啊 就問佛陀 佛陀說 你自己去問啊 難陀就跑去問玉族說啊 這些大鍋裡面啊 都煮這些罪人 為什麼只有這個鍋子 他裡面沒有人呢 玉族回答說 在南部州啊 南山部州 有佛陀的弟弟叫做難陀 以出家的功德啊 他可以投身到天上 那由於這個欲望啊 而停止修道的緣故啊 在天壽命中之後 他會墮入到這個地獄 因此啊 我現在啊 在煮這個鍋子等待他 難陀啊 覺得很恐怖啊 害怕玉族把他留下來啊 就說 拿摩佛陀啊 請保護我啊 帶我回這個人間去啊 佛陀就對難陀說 你好好持戒 修你的天福吧 難陀回答說 我不想要升天了 只希望我不墮入這個地獄中 佛陀為他說法 在一個七天中啊 就成了阿羅漢 所以這個故事講得非常的生動 除了藉由禪定樂來制服貪欲 也可以去思維貪欲的過患 這樣可以斷貪 貪欲的過患 剛才我們介紹過了 也可以藉由多文等會來斷除貪欲 就包括了文師修三會啦 因為智慧本來就可以斷煩惱 再來是需要善因緣具足 這裡的善因緣其實就是講 之前我們說過的 十一種成就禪定所需具備的條件 第一個是清淨持戒 如果行為沒有犯淫 內心卻有隱私影響 這樣算不算清淨持戒 就是說在外表上是持守戒律沒有犯戒 可是內心如果與戒不相應的話 這樣也不叫做清淨持戒啊 那如果說因為害怕這個後世果報 或者現世的惡名聲而持戒 以這樣的動機持戒 算不算清淨持戒呢? 也不算啦 因為這個清淨持戒 它包含了動機的清淨 就是說這個動機啊 就是真正的內心 他不想要造惡才持戒 不是害怕就是說這個 不是害怕果報 而是內心真正的深切的 不想要造惡啦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真正的文字